南非总统祖马下令对警察枪杀34名矿工事件进行正式调查 这是南非结束种族隔离政策以来最严重的治安事件 南非总统说他对这种失去理智的暴力行为感到震惊和失望 他敦促工会与政府协作处理这一局面 祖马星期五从国外赶回前往出事的矿场 他说这次调查将让我们了解这个事件的真正原因 吸取必要的教训 现在还不是指责谁怪罪谁的时候 祖马总统还说南非必须吸取历史经验来面对挑战 挺过当前的困难时期 星期五南非国家警察总监费叶佳说 他的部下为了自卫而向罢工的矿工开火 这一暴力事件造成34人死亡78人受伤 费叶佳说警察在星期四遭到用危险武器武装起来的矿工攻击之后开枪自卫 他表示我要说我们用当时我们拥有的东西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事情 我们有责任保护我们的成员 龙明博金矿业公司在暴力事件后也说某些罢工工人有武装 费叶佳表示警方在开枪之前曾使用水炮和震荡弹来驱散工人 这位警察总监还说已经逮捕了259人